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舞台当之无愧地拿下了第一名 而大湾区的哥哥也没有让观众失望 难度最高的3189却让他们唱出了别样的味道 除此之外 还有赵文卓、颜承旭、张志玲等人 也通过这档综艺节目积攒了不少人气 只不过相较于这些本就知名度更高的哥哥来看 最让人惊喜的是一些知名度不高 但实力强劲的哥哥 一共舞台结束之后 张奇组的悟空依旧出挑 除此之外 还有陈小春组的往事只能回味 也是极具特色 通过哥哥们的舞台表现 以及他们的日常 观众给出了新的评判 从观众喜爱度排名来看 处于前几位的 依旧是我们十分熟悉的艺人 陈小春、颜承旭、张志玲等 然而排在末尾的 却是陈辉组的全员 凹犬依然是倒数第一位 陈辉、暴冷排在了倒数第四 不过从前十名的哥哥来看 最让人惊喜的就是刘家 二宫排名直接上升到了第十位 要知道 在前期的节目中 刘家的存在感并不高 他也没有刻意地为自己制造话题 在节目中完全是 如同小透明一般的存在 但是二宫舞台却真正让观众 感受到了刘家的舞台魅力 虽然在登上这档综艺节目之前 刘家多是以舞蹈家的身份与观众见面 但是相较于这些娱乐圈中的艺人来看 刘家的人气更低 不过实力摆在那里 且刘家在这档综艺节目中 一直想要突破自己 前后的反差感还是非常强烈的 在一宫舞台上 刘家亮嗓 充满雌性的声音 已经让不少观众感到惊艳 而在《飞云之下》的舞台上 它更是让观众看到了它的潜力 不得不说 刘家才是各个舞台上最大的黑马 不过 实力是一方面 刘家之所以讨喜 与他在舞台之下的表现 也有分不开的关系 一宫舞台之前 林志炫备受争议 因为在林志炫看来要各司其职 但是刘家和李响 却想要在这个舞台上突破自己 刘家不仅表达了自己的合理诉求 同时也用林志炫可以接受的方式 与其沟通 最终自己拿到了机会 林志炫其实还心甘情愿地 给他上了一堂大师课 而《飞云之下》的舞台排练期间 林志炫依旧是对刘家 进行了一对一的授课 能够明显地感觉出 刘家的声音优势被最大化 只不过《飞云之下》的舞台 却出现了意外 林志炫从舞台上跌落 在这之后 他一直在向大家道歉 同时在社交平台上发布长文 刘家不仅转发了林志炫的长文 甚至还为林志炫说话 感谢他对自己的帮助 这种高情商的行为 无疑是给刘家劝粉不少 从日常他与哥哥们的相处 也能够看得出来 大部分哥哥都非常喜欢刘家 在排练期间 刘家还通过黄冠中和张琪 学习了吉他 很显然 刘家在这个舞台上就是想要学习更多的东西 不断地突破自己 而哥哥们的耐心也说明了 刘家的确是一个性格极佳的人 相比起在节目中 因为负面话题而受到大家关注的熬犬 麦亨利等人来看 虽然刘家的镜头没有那么多 但却是一步步地凭借着自己的实力和情商逆袭 对于刘家来说 披荆斩棘的哥哥这样的综艺节目非常陌生 早前他的主要发展方向都放在春晚舞台 或是舞蹈类比赛和节目中 在哥哥这样一档很有可能让人献出原形的节目里 刘家还能够有如此出色的表现 实属不易 刘家不仅突破了自己 甚至还让观众感受到了他的专业 这就是刘家的厉害之处 而在节目中 他始终保持着谦虚的态度 完全没有因为自己在舞蹈领域 有着不错的剑术而飘飘然 因为他知道在这档节目中 大部分的哥哥都是他的前辈 哪怕是在社交平台上感谢林志炫 他也会用您来称呼对方 既把林志炫当作自己的哥哥 也将他当作自己的老师 虽然林志炫是一个要求完美 且稍显挑剔的人 但是在他眼中 刘家却是一个练歌的好材料 这样的哥哥 才是这档节目真正该力捧的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